华联县110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27号在宜仓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华联县长徐中卫清零颁奖 并感谢校长们在疫情期间学校做主准备 慎用科技教育使学生稳健学习 积极推动智慧教育、双语教育、食农教育 以及面山面海教育等多元的教育主题 华联县110学年度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27号在宜仓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秦阔学生为清廷颁奖 并感谢校长们在疫情期间学校做主的准备 秦阔学生表示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实名以及职业 攸关国家未来整体竞争力 现不施政紧扣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 其中一项为确保暴隆以及公平的优质教育 让全民众生学习有机会 而这项理念更与自称先师孔子有教无类 因采施教的评犬教育理念契合 看着整个花林县的教育发展 以及国家的我们很多的政策教育政策 从而孩子开始不断的教改到现在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老师 但是很多的想法 我们在追溯以前的历史 以及我们这几年 和联务国这个17项的永续指标来接轨 我觉得这些其实以前我们都在做 以前在做 持续的做 只是用个新的不同的概念 新的不同的想法和说法 永续指标有一个 永续指标是 均等的教育 优质的教育 提案讨论综合座场之间 各校校长踊跃 针对校务经营 以及整体教育环境提出建议 欢迎政府教育处 期盼透过这次会议 凝聚共识 让花林教育伙伴能够共同培育出 独具特殊思考 良好品格 以及终身学习的社会公民 并且许校长能够以创新思维 营造优质校园 达造校园的环境 记得终于接下来报道